公园绿地安全最重要 位在台中市北区中达里的英才公园 四十几年来只添加了儿童设施 从未大幅整修 人形地砖坑坑洞洞 有长辈因此跌倒 地方明代争取改善 目前进入规划阶段 要给地方一个更安全的秀气空间 水沟里没有水堆积的是土块及枯叶 残破的水沟盖已经没有任何的排水功能 靠近独行国小的水沟 也是民国六十九年到现在 那它已经不堪使用了啦 它里面其实都是淤积了 而且它的水沟盖也就是我们旧型的 那种水泥的水沟盖 现在也都是破旧了 三角锥围起爆修的照明杆 抵住严重侵蚀 就怕风一吹倒下压道用路人 银色铁杆运动器 还有斑驳的红砖瓦迷宫 都能看出公园的历史 台中北区英才公园 民国六十九年新建 面积大约2.9公顷 四十几年来仅有添加儿童设施 从未大幅整修 人形地砖坑坑洞洞 有长辈因此跌倒 地方民带多次邀及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目前专案提交建设局进入规划阶段 几个设施呢 它也希望保留以后把它翻新 让我们的公园 除了儿童公园可以走之外 保留所有的绿印 保留所有这些设施 然后增加安全 而且外面的人行道不能全部把它整理好 让行人在运动 包括在公园里面或是公园外面 能够更舒适更安全 然后把英才公园也很有历史的公园 弄得更漂亮一点 弄得更安全 小朋友其实他们在下课的时候还蛮常来这边玩乐的 所以如果整体翻修 然后地面有铺平的话 我觉得对小朋友的安全是蛮重要的 外面的空间很大 孩子的外面量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们的肚子用比较舒适的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要来这里休息 来这里运动 出头的好所在啊 英才公园位在北区及西区的交界点 旁边又是笃行国小 里民们都好期待安全性能再提升 成为社区的幸福公园 在北区的幸福公园里面 按摩